有人质疑,民众在公立医院刷部分银行信用卡需支付1比10、15或20元不等的手续费,手续费竟然要消费者负担,不公平。 金管会银行局表示,公务机关信用卡小费平台并未应行规定全体36家发卡银行都需加入,政府也不宜涉入其中的价格制定,要不要收手续费由银行自行决定。 联合信用卡中心则表示,加入平台的815家政府机关完全没有收单作业成本,及这些机构包括医院在内不用为了接受民众刷卡而支付收单作业手续费。 为提高民众使用信用卡便利性打破公务机关公立医疗院所常年不收信用卡情况,金管会要求联合信用卡中心自去。 2016年起建制公务机关信用卡小费平台,目前全台已有815家公务机关国营失业加入,其中包括57家公立医疗院所,有31家银行已提供持卡人,可在这800多家公务机关刷卡。 31家银行发卡市占达96%,8%等于大多数信用卡都可在公务机关刷卡。 但有人质疑,民众在公立医院刷卡要支付一笔10到20元不等的手续费。 银行局表示,首先并非所有银行都收手续费。 31家银行中,有9家银行赵峰、兴展、北富银、华南、阳性、大众、华泰、三星银、日盛银都不收手续费。 有9家银行不收手续费,其他22家银行为何要收? 银行局表示,这个公务机关平台开放各银行自行决定是否加入。 加入的银行等于可提供自己的持卡人多一种服务, 例如在领务局可刷卡办护照,在地政机关刷卡支付房地归费或刷卡支付医疗费用。 对这些银行来说,向持卡人收手续费,应是基于使用者付费。 银行局表示,银行办理各项刷卡业务时,要不要收手续费是市场机制。 由银行自行决定,官方不以过度涉入,选择不收的银行, 应是站在纯粹服务的立场或希望因为不收手续费, 更多民众来办卡,带进更多卡量。 目前已有81五家政府单位加入公务机关信用卡小费平台。 收手续费问题不是只有医院才碰到。 银行说在公务机关刷卡付手续费,医院的问题最小。 因为若刷卡办护照和签证,顶多花个上千元, 就要付20元手续费支出相对较大。 但去医院,不管是开刀或住院的医疗花费,经常都是上万元跑不掉。 此时若能刷卡支付,最方便。 持卡人反而不太计较手续费问题。 银行毕竟是盈利机构,且很多家都已上市贵。 新增办理相关业务时,不能统统因为民众不爽就免收钱。 如果银行办业务都不收钱,应该不会有业者还想开银行。 但目前加入平台的815,家政府机关没有任何收单作业成本, 且除了之前的现金,现在还夺了信用卡支付管道,反而可做相好处。 联合信用卡中心表示,目前所有加入平台的公务机关, 包括医院在内都不会因为接受刷卡, 而支付收单作业手续费给联卡中心, 一级根本没有手续费的问题。 有还没加入这个平台的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对媒体表示, 医院会为了接受刷信用卡, 因此要支付上千万元的手续费给金融业者, 完全不是事实。 民众刷部分银行信用卡在815,家可接受信用卡的公务机关缴费需支付10到20元, 不等手续费加入公务机关缴费平台的815,家政府机。 够不用支付任何收单作业成本, 没有手续费负担。 记者孙中英摄影分享。